6126达芬奇画鸡蛋 达芬奇是意大利最杰出的画家之一 小时候达芬奇的父亲请来一位老师教他画画儿 第一天老师拿来一个鸡蛋让达芬奇画 达芬奇想这太简单了 于是他拿起笔来就画 不一回而就画完了 第二天老师又拿来一个鸡蛋让他画 他有点而不愿意 但还是画了一连几天 老师都让他画鸡蛋 达芬奇不高兴了 问老师 老师您怎么天天让我画鸡蛋呢 难道画鸡蛋也能成为画家吗 老师笑了笑说 你看今天的鸡蛋和昨天的鸡蛋是不是一样呢 达芬奇看了看鸡蛋说 没有什么两样啊 老师摇了摇头说 世界上没有两个鸡蛋是完全一样的 只有仔细观察才能画得好 老师的画对达芬奇启发很大 从此以后 达芬奇每天都坚持画鸡蛋 他到底画了多少个鸡蛋 谁也说不清楚 达芬奇就是从画鸡蛋开始 经过勤学苦练 最后成为了一个伟大的画家